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文章 我妈很坏,把我从小骗到大 但我今天这样,多亏了她 周末,有个朋友喊我去他家吃火锅 饭桌上,我和朋友做着大块朵頤 反而是他六七岁的儿子程程,忙前忙后 一会儿帮我们拿饮料 一会儿又贴心地提醒我们肉可以吃了 吃完后,我正准备帮朋友收拾碗筷 她却拦住了我 只见她还没碰到碗筷 就夸张地挨压了一声 并一脸为难地对程程说 宝贝,这个碗怎么还这么烫啊 我和阿姨端都端不起来呢 程程健壮便主动收拾起了碗筷 她一边往厨房走 一边用略带胶的口吻说 你们地球人当然不行了 我是塞罗奥特曼的后代 再烫都不怕 看到木灯口呆的我 朋友扑斥一笑 都说越好看的女人越会骗人 要我说,聪明的妈妈也得学会骗人 自从发现儿子痴迷奥特曼后 朋友就骗他说 经常帮助地球人 奥特曼的超能力就会觉醒 会越长越高 力气也会越来越大 儿子一听 儿子一听果然开始积极地满足着朋友的各种要求 现在俨然成了一个贴心懂事的小大人 这一刻我深受启发 原来会骗人才是当妈的最高境界 妈妈越会骗人 孩子越自律 无意间刷到一个博主 白杨老师 他是北京大学的硕士 曾经获得过北大特等奖学金 现在成了一位名师 在一则视频中 他感叹道 要不是妈妈当年骗我 我根本考不上北大 原来上小学的时候 妈妈骗白杨自己是文盲 常理不要他了 以后也没法赚钱供白杨读书了 为了能重新找份工作 妈妈希望白杨每天放学后 都能回家讲课给自己听 吓得白杨上课的时候都不敢走神 一回家就赶忙将白天学的知识点 讲给妈妈听 妈妈不仅边听边记笔记 还时不时向儿子提问 夸他讲得好 就这样 白杨越讲越起敬 学习成绩也越来越好 等他后来长大了 才明白妈妈的高明之处 其实 这就是世界上最著名的费曼学习法 每天抽出半小时 让孩子当小老师 把学的知识点讲给家长听 这是巩固知识点一个非常好的办法 孩子小的时候 往往是最没自控力的 他们只知道玩手机很快乐 吃零食睡懒觉也很快乐 如果能不写作业不上学 那就更快乐了 在他们的眼中 不让他们偷懒放纵的就都是坏人 坏人说什么 他们自然是听不进去的 而聪明的妈妈 往往不会跟孩子讲道理 发脾气 而是会利用孩子的心理 用一种以退为进的方式 推着孩子向前 这不禁让我想起了 另一位会骗人的妈妈 前央视主持人周周 儿子跳跳小时候 周周就想为她培养一项爱好 于是她经常会带着跳跳 去听音乐会 还结识了不少钢琴家 在周周的引导下 儿子果然对钢琴表现出了 强烈的兴趣 主动提出想要学琴 周周听了 虽然心里很高兴 但表面上却装作为难的样子 还故意说 算了 学琴特别苦 特别累 咱们啊 还是别学了 没想到这样一来 儿子反而更想学了 儿子坚持了几个月后 周周终于勉为其难地答应了 继续骗儿子说 如果你真的要学 妈妈可以把钢琴 当作生日礼物送给你 但这是专门给你的礼物 如果买回来 就送不回去了 儿子坚定地点了点头 在学琴的过程中 也一直都很自觉 主动 生活中 或许很多父母 都有类似的困扰 那就是 我们越是逼迫孩子做什么 孩子就越是不肯做 哪怕表面上屈服了 背地里也还是我行我素 因为逼迫催促 都会破坏孩子的内在动机 这时 妈妈倒不如撒一点小谎 激发孩子恐惧好奇 甚至是叛逆的情绪 让孩子从 我不得不做 变为 我想做 妈妈的谎言 就会成为孩子自律 和兼职的助推器 妈妈越会骗人 孩子越独立 前段时间 我看到有位女同学 在群里抱怨自己的孩子 她说自己的女儿 今年已经上初中了 但却什么也不会做 一来伸手 反来张口 在学校住宿的时候 因为一周才能回一次家 女儿便把所有的脏衣服 都攒起来 连内衣内裤 都是放在行李箱 拿回家让妈妈洗 有一回 家里老人生病 女同学整天忙着往医院跑 忘了给女儿准备好 下周要穿的衣服 女儿竟然对她大发雷霆 这一切 自然让她心寒不已 但她不知道的是 眼前这个长不大的孩子 恰恰是她一手培养出来的 有段时间 女儿总是想抢着做家务 但每一次女同学 都嫌女儿干得不好 当着女儿的面 把女儿洗过 晾好的衣服 又重新拿下来洗一遍 女儿炒的菜 她也是百般挑剔 还说 你笨手笨脚的 天生就不是干活的料 好好念书就行了 当时她把这些 讲给我们听时 就有人指出 女同学说话太直了 跟孩子说一点 善意的谎言 也未尝不可 但女同学 却不以为意 其实 亲子关系中的谎言 有时候 并非贬义词 而是一种教育方式 她的内核是爱 更是智慧 在知乎问题 你见过哪些父母 惊艳到你的教育方式下 有一位网友 分享了自己的经历 那就是 骗孩子 角色扮演 当儿子不肯刷牙时 就骗他当卫生委员 安排全家人排队 依次分发牙刷 挤牙膏 并检查爸爸妈妈的牙齿 当儿子不愿意回家时 就骗他当小卫兵 告诉他 妈妈怕黑 需要你帮妈妈领路 当儿子不想睡觉时 就骗他当宿舍管理员 每天到时间督促大家睡觉 检查大家有没有关灯 没想到 被委以重任后 原本娇气又顽皮的儿子 真的成了父母的小帮手 不仅将自己的事情 打理得很好 还学会了照顾家人 从那以后 网友便经常想办法 套路孩子 孩子也变得越来越 让父母省心了 作家郑渊杰曾说 一个好的教育者 应该是用50种教育方式 去教育一个孩子 而不是用一种方法 教育50个孩子 其实 简单粗暴的责骂打压 人人都会 但如何花心思 想办法 为孩子策划一场骗局 引导孩子学习和成长 却需要考验父母的智慧 骗孩子 不是把孩子当傻子 而是用温和有爱的方式 帮助孩子 进入不同的角色 激发孩子的担当和责任 让他成为更加独立 能干的自己 妈妈越会骗人 孩子越自信 还记得那个曾经火爆全网的短片 努力一点点吗 M是一个喜欢踢足球的小男孩 但是他个头不高 协调性也不够好 训练结束后 教练对M的妈妈说 M的基础不是太好 他的投球技术 基本为零 但回家后 面对一脸沮丧的儿子 妈妈并没有将教练的话 如实转告 而是微笑着说 我和你的教练聊过了 他说你一直都很努力 在这之前 你完全不会用头去顶球呢 但现在你时不时就能做到了 再努力一点点 轻触一点点 就够咯 当儿子哭着对妈妈说 我追不上其他人时 妈妈坚定地对他说 没关系 不需要超过所有人 只要努力去超过 你前边的那个人就好 正因妈妈的谎言 让原本自卑 甚至一度想要放弃足球的男孩 逐渐相信 再轻触一点点 再跑快一点点 再努力一点点 就够了 最终 在一场关键的比赛中 当初投球技术为零的M 一跃而起 帮助自己的队伍 扳平了比分 一个会骗人的妈妈 能看见孩子的问题 但同时 他也能看见孩子的努力和挣扎 当孩子遇到挫折 情绪低落的时候 他更愿意帮助孩子 分析原因 鼓励他继续努力 并相信他终会成功 曾经看过一篇 关于奇葩说冠军 詹青云的报道 里面有个细节 深深打动了我 詹青云并不是生来 就那么光芒万丈 从小学到高中 他一共转学六次 每一次到了新的学校 成绩在班里都是垫底 有老师骂他 詹青云呀 是马尾巴穿豆腐 提不起来了 甚至还对詹青云的妈妈说 这孩子将来 连高中也考不上他 趁早 送去计校吧 这要是一般的家长 多半会恼羞成怒 责骂孩子不成器 但詹青云的妈妈 却用算命式画术 鼓励女儿 妈给你算过了 到四年级 你就会成为全校最棒的学生 妈重新算过了 成为年级第一的时间 就在初一 虽然一次次算命 又一次次落空 但妈妈始终坚定地告诉女儿 你就是最棒的 终于在高二那年 詹青云真的成了年级第一 心理学上的罗僧塔尔效应 告诉我们 大人的期待值 会影响孩子最终的行为结果 或许很多时候 并不是孩子看不穿父母 为了鼓励他而编造的谎言 而是孩子看到了谎言背后的信任和爱 所以选择相信自己 加倍努力 从心底滋生出一种 让父母期待成真的力量 作家傅首尔 曾在奇葩说上 讲过这样一件事 小时候 自己家条件不好 自己和妈妈就住在米仓里 米仓里到处都是老鼠 让小小的傅首尔害怕不已 妈妈就骗他说 老鼠会在夜里 给乖乖睡觉的小孩 送来糖果 每天早上 当傅首尔醒来后 果然会在枕边 发现一颗糖 一颗小小的糖果 一句善意的谎言 就像是一把雨伞 庇佑着暴风雨中的孩子 让他有了战胜恐惧的信念 哪怕日后 生活的真相渐渐铺陈开来 被妈妈的温柔和智慧 治愈的童年 早已成了孩子人生中温暖的底色 记得看过这样一句话 好的教育 不是一直保持原则正确 甚至铁面无私 而是以合适的手段 去做正确的事 会骗人的妈妈 并不是真的满口谎言 也不是空有承诺 却不对线 而是一种转弯柔软的智慧 背后藏着的 其实是对孩子的期待和守护 我相信 当妈妈开始学会骗人 这种别样的力量 就会激发孩子成长的力量 让孩子变得更加自律 独立 自信